根据陆军年度计划 本月中下旬 中国泰国两国军队在云南 举行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 昨天傍晚参加此次联训的泰国官兵抵达昆明某部 中方官兵代表向泰防参训人员献上鲜花表示欢迎 今天上午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正式拉开帷幕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会的现场报道 这里是云南昆明陆军某部训练场 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开始仪式 马上要在这里举行了 那此刻在我身后呢 200多名中泰双方的参训官兵已经就位了 在接下来十多天里呢 他们将会以混编联训的方式 组织开展适应性训练 指挥演练和士兵综合演练 这也是自2007年以来 中泰两军第七次开展突击系列联合训练 上午九十许 开始仪式在中泰两国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中泰两军代表分别致辞 随后中方参训官兵展示了刺杀格斗训练 仪式结束后 泰方参训人员参观并轮流体验了 中方轻武器 无人机和真观测装备等连训装备 据了解 此次连训以联合反恐行动为课题 包含有人无人协同 特种爆破 直升机机将 联合搜缴等课目混编训练及反恐行动综合演练 旨在强化联合行动中多维搜索 机动渗透 武装解救等协同能力 联训主要安排会面训练 反恐演练和文化交流三个部分 最大的亮点是对无人化 智能化作战的探索 以及有人无人协同的战术研讨 希望通过联训深入交流特种部队的训法 战法 增进两军互信合作 提升联合反恐处突能力 共同打造好中泰突击系列军事交流合作名片 在我手上是这次联训的弊章 通过这个弊章上的图案 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的中泰两国国旗和长城元素 是寓意着中泰两军合作的长久稳定和坚实基础 中间的匕首图案代表中国军人的坚毅和英勇 那么下方的橄榄枝象征着和平与友好 我们当时要练习在这一刻 练习的风格是2014年 我们当时要练习的风格 练习的风格 我们当时要练习的风格 练习的风格 我们希望在2024年中的地步 都会有改变 各地的风格 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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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在这一刻 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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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